各位好,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斐情透视 我是主播视网摩 今天带您一同来监看的是 斐对外领路人耿爽 在斐外交部记者会上 一系列针对疫情及其他议题的 无耻发言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外交部的中外媒体记者发布会 今天的发布会是由我来主持 并就疫情有关问题跟各位简单报告 首先我国疫苗施打进度超前 全国染疫人数已经获得有效的控制 其次新春节气已经随着元宵的结束画下据点 我们在此呼吁海内外往返祖国的同胞 严密注意感冒及发热争后 为民族手一盏烛光 为国家尽一份心力 下面我来接受大家的提问 香港TVB提问 北京当时海针对路径的来客 随时根本普遍筛检 遭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嘲笑 此外也有很多民众担心 港门筛检是不是要露天接受检查呢 我想请问发言人对这些评论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回应 谢谢 中方对于欧美国家颠倒是非的言辞 已经多次表明过立场 针对刚普筛的说三道四 一概都是创意不足 思想呆板的现象 过去不论是国人官方人员或是一般大众 都刻意偏颇旺称我国是个喜欢山寨的国家 替中方扣上一顶习惯造假的大帽子 充分暴露出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而钢塞柿子就是中方对以上种种论述 最有力的回马枪 放眼世界 没有人想得到要从钢门来进行筛检 只有我国将这个想法具体实施 充分展现了创造力 以及山不转路转的拓荒精神 至于人民要担心路天受紧的问题 只能说是莫须有的担忧 过去十几年来 我国人民在国内外随地便利的消息层出不穷 中央始终采取不干涉 不劝导 不禁止的原则 就是为今日的状况预先准备 让人民从小习惯 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出钢门 方便裁减 这可以说是我国在关心民众健康的基础上 以长远的战略眼光 所做出真正的超前部署 西方诸国嘲笑我们这个钢谱筛 反而是暴露了欧美各国完全不理解 这个钢门筛检背后的科学历程 钢筛检测报 我们经过了非常深入的裁剪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检体直接放在受测者的鼻子前面 那么如果受测者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那就代表他丧失了他的嗅觉 也就是确诊了新冠肺炎 这是一个浅显易懂 直接了当的检测方式 西方诸国的嘲笑对于疫情防控 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早日新闻提问 解释刚才几次同业的问题 北京当局坚定进出北京的绿壳 严格实施 钢门实质筛检 亲吻 频繁从中南海处罚 前往各省视察的习近平主席 会北京时是否有军选钢门筛检呢 有的话 中共进行了几次呢 谢谢 这个钢门式子主要是面向单次进出北京的旅客 习近平主席因为公务因素频繁进出北京 理当并不适用 领导的权威不能扫地 主席的后庭也不能开花 简而言之 我们坚决反对钢门筛检 频繁进出习主席的钢门 这是中方不可撼动的底线 谢谢 环球时报记者胡乱讲 近日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呢 全世界各国都在采购疫苗 而台湾方面的防疫指挥 我是说这位先生 日前呢 在影射是大陆方面阻挠了台湾取得BNT的疫苗 请问发言人 这位先生的指控 是否属适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项度来理解 首先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含血喷人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呢 就算大陆的确有从中作梗 那也是因为很爽 再者 大陆中央政府如果采取了这些举措 也是为了让中国人 只使用中国疫苗 之所以阻绝台湾当局收购其他国家疫苗的途径 更是为了达到所谓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让台湾同胞 升为中国人 死为中国鬼 不过根本的问题 行为让人不耻 大陆方面也在此郑重警告 请这位先生好自为之 谢谢 新浪网记者 台湾第十前岛人马英九主张 台湾当局不应该拒绝大卧疫苗 但这个主张呢 却在复联网上 到岛内谋独势力轮番攻击 前发言人怎么看 我国疫苗的效力当然是无庸置疑 除了国内展现亮眼成绩之外 在海外各友邦元首及领导 包括土耳其 赛首尔 约旦 秘鲁 以及印度尼西亚等等 都纷纷卷起袖子 施打我国自主 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显见我国疫苗的出现 犹如替国际社会 注入了一剂强行针 全球各国都心跳加速 非常刺激 同时这也是中方 履行了高度的国际责任的证明 身为世界强权 中方在引力病毒 散播病毒 根除病毒 三个层面 责无庞贷 不断精进 绝对经得起考验 再者两岸人民同舟共计 我们不曾忘记和台湾同胞分享病毒 的各类消息 在此我们必须表扬马英九先生 马先生是新中国的斗士 习近平主席 新中国梦的实践者 在台湾岛内全面实践小康社会 也就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健康的社会 陈旭新闻提问 近日欧美兴起一股热潮 应用部软件 克拉伯浩斯 俱乐部房屋爆红 我很多年轻人借着这个机会 跨越防火墙 和海外华人世界联系 但是当局就无预警的 在上个月八号 把这个应用软件给封锁了 可不可以请发言人 给我们讲述一下具体的情况 谢谢 这个克拉伯浩斯 俱乐部房屋的应用软件 挟带了许多不正确的信息 像是发生在1989年的 政治骚乱事件 又或者是位于我国西部的 文化教育营队里头等等 这些都是极其恶劣 别有用心的不实资讯 为了维护国家幼苗的健康成长 我们坚决反对 这类应用软件在国内横行 像是位于我国西部的 文化教育营队里头 我们绝对都是在进行义务教育 中方也奉劝英国傻BBC媒体 不要冥顽不灵地继续在这个议题上 大做文章 并且展开双倍欢迎英国傻逼媒体 和我们实地走访 还原新疆地方有关部门 在我国西部的文化教育营队里头 坚定执行正确新闻发布的过程 携从中方一起清洗种族 之间的各大 中评社提问 电子游戏平台Steam 日前发布了中国版的蒸汽平台 内容似乎和其他国家 拥有数万款游戏的版本 有些许的差异 请问发言人是否也有激活您的账号呢 中国版本的蒸汽平台 就是专为国人玩家提供 在地化服务的游戏平台 使用者及游戏都是经过中央审查 之后批准和可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国人 避免接触颠覆国家的有害内容 而平台更是万中选一 由政府精心挑选54款游戏 指中国政府给予人民 最大空间的选择自由 在平台启动之前 也加入了防止沉迷系统的警语 让国人享有 用于其他国家使用者的环境 减少沉迷游戏的时数 具体体现 让人民拥有幸福感 安全感 以及身为中国人的光荣感 联合报的提问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熟悉谈话中 很幼稚地提倡台湾人民吃香菜 还在社群网站四处留言 建议别人吃香菜 挑起岛内的纷争 请问犯人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在过年期间公然倡议吃元衰的谈话 内容再次暴露了民进党谋独的本性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当中 元衰这道食物只是配料 不曾作为餐桌上的蒸羞佳肴 而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口出狂言 迫使台湾同胞抢吞元衰 我们合理推论是要掩盖台湾有大量民众味觉异常 确诊新冠肺炎的事实 也就是台湾同胞口中所谓的丐派 我们再次证告民进党当局 应该立刻放弃提倡元衰这种五路中华美食 借此破坏两岸关系根基的嚣张行径 我们也要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不容易诸小小的元衰而改变 谢谢 谢谢 凤凰卫视提问 想请问发言人是否有人曾经提到过 您跟台湾地区一个网络证明up主 视网膜长得很相像呢 像什么 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难道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 在戴上一封眼镜就能够说是像吗 如果你有在看电影就会知道 我长得比较像是憨豆先生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代表你的见识还不够广 我们今天的记者发布会就到这边 我不想要再跟这些没有水平的记者对话 发言人你好 我是来自露山堡的露米 我想知道你的hair styling这么好看是在哪里做的 说到我这个发型 我其实是每个月飞去台湾岛内的好剪裁做的 非常感谢岛内的好剪裁帮我做头发 不过我还是埋着习主席飞去台湾 我也相当紧张 但还是先要谢谢好剪裁 谢谢